为了传承原住民的传统技艺 七角川文化发展协会 在7月份开办了传统工技艺研习活动 8天共24小时课程期间 从选材、刨皮、雕形、抛光、上弦 工身的弹力调整校正 意识到雕饰和上漆 学员们亲手制作完成一把个人专属的弓箭 香港有所者也特别到场和学员们来分享成功的喜悦 原住民传统社舰是一项相当经典 又受族人喜爱的运动 一人一把工更是族人的基本配备 而原住民的传统工又几乎都是亲手制作 因此七角川文化发展协会 在7月份特别开办了原住民传统工技艺研习课程 由部落工艺职人何明毅担任讲师 指导部落族人亲手制作个人专属的传统工 一般刚开始就是七里香 黑皮树 黄皮树 以前黑皮树就是我们老人家去山上打猎 在河边有没有 它用来钓山珠 钓猎物用的 因为它弹性过 所以才会拿来做工件 再来就是黄皮树 七里香 这三种 比较难的部分就是工背的厚度 它在拉撑的时候 整个工背它的弯曲要很平均 有的人制作可能只有上背在动 它没有整个工背在动 我们看那个制式工 它工背在动它整个会弯曲 那那个一般早期老人家做他们很像都是只有上半步在动 所以拉起来都很硬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长 因为你可以分散那个工背的力量 所以会拉得比较轻松 工背以后也比较不会弹性疲乏 吉安厂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关心学员们制作情形 他强调传承原住民的传统记忆文化很重要 透过研习与手作 让老祖先的记忆可以代代流传 原住民传统工件的制作 是我们深深不息要传承的部落记忆 也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从过去七里香的最棒的工件 延伸到现在很难找的一个素材 所以我们改变了一些我们的材料 来做另类的工件执行 我们相信这是从传承记忆到现在乐活 运动休闲可以共荣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7月23号我们即将登场的德鲁古香掌杯的射箭比赛 希望我们做好了公寓散骑士必先力气气 让我们准备好了一起来挑战香掌杯的射箭比赛 让我们一起来加油 7月下旬吉安香公所将举办太鲁阁族乡长杯传统弓箭射箭比赛 乡长游淑珍也期许族人们用自己亲手完成的弓射出好成绩 为自己和部落赢得荣耀 接着徐丽琴吉安香报道